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对啦 但它不只是白色情人街 它也是2015年的反核大游行哦 为了达成非核国家的标准 全国非核行动平常在3月14号下午以送走核电最后一里路 为主题在台北 台南 高雄同步举行非核游行活动 号召5万多人走上街头表达诉求 更以创意游戏的方式使民众更了解非核议题 就来我们来看看这则新闻吧 请看 用尽全力的财 财 财 大人小孩们都玩得不亦乐乎 这不是学校的园游会 这是2015全台反核大游行 314全台反核大游行 再次聚集了人民的力量 一起走上海道 但这一次不只是被动的废除核电 主办单位更积极地提出了 对于新能源转换的诉求 同时也让民众可以实际的感受 为新能源尽一份力 旁边这边这个滚轮 它其实是一个发电机 就是我们的概念是每个人都可以为了能源尽一份你的心力 所以到每个游行的人经过这里推动这个一下的时候 然后会帮我们后面的这台直升机 就是做充电的动作 那等一下电充满之后 空发接机就可以升空 今年的废核大游行 邀请了许多非政府组织在活动中摆摊 为参与游行的民众 提供更多的环境与公共议题的教育 这一组最主要是让大家能体验发电的不容易 我们发的电没有浪费 我们把它存起来 后面还有在煮松饼煮咖啡 还有提供免费充电 赚电很不容易 因为每次要做电都要花很多能源 还有很多能力 手累然后手一直动 透过创意的表现 实际体会能源得来不易 废除核电不再只是严肃的议题 让小孩轻松玩乐之余 对于节省能源有更深的体会 可以看见这次反核大游行 加入了许多创意的元素 让大人小孩都能一同关心公民议题 以上是City News记者 在凯达格兰大道采访报导 我们的议题真的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青少年也真的要关心社会议题 才能带出影响力 说到影响力 政治大学的学生也在上个礼拜 举行社团博览会 他们不只在社团中办活动 更是透过社团表达不同的价值 进入各领域中发挥影响力 让我们来看这则新闻 请看 有洋的歌声揭开了续曲 3月11到12是政大一学期一次的社团博览会 虽然第一天是逢大雨 但人教不习学生们的热情 许多社团都用最创意吸睛的一面来展现特色 今天我们来到大学的校园里面看到 哇 镜头看过去这么多的人潮 学校园在做什么呢 今天是政大的校园的社团博览会的最后一天 其中政大主流传播社本学期要透过活力校园的平台 让大学生在公益关怀 校园领袖 文创设计这三个领域 用媒体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现在就让我们来问问政大人们 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活力校园 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活力校园就是要大家互相友爱 互相保持养 没有活力 我觉得活力校园就是 大家在校园中充满微笑 我觉得活力校园是很热情的一个团队 活力校园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把校园 当作一个发挥他们自己影响力的一个品牌 活力校园是 阳光青春灿烂 我觉得活力校园就是帅哥美女 加上有梦就敢追的人 而不止主流传播社 更有许多社团运用他们的专业热情 在校园中发挥影响力 期待政治大学的学生能持续勇敢追梦 还没加入社团的同学们 快来加入活力校园的行列吧 以上是记者石韵婷采访报道 大学生勇敢追梦 台南有一位医生 为了追求梦想而决心翻转偏向教育 更把自己的故事写成新书 在白天做梦的人 鼓励青少年追求人生 让我们一起看看 吕冠维的追梦人生 你愿意为了追求理想 离开现在的舒适圈吗 今年才27岁的吕冠维 以第一名从台大医学院毕业 为了实现梦想 却放弃人人称线的医生工作 投入网路教学 成为免费线上教学 军医教育平台的网路教师 占任陈志教育基金会执行长的他 发表新书 在白天做梦的人 希望能透过分享本身的经历 帮助人在彷徨的学子们 替代在很贵的 是要转到北风高中去 都探索的陷阱 不管你最后得到的答案 或者是结论是什么 你要敢对你自己做出的那个决定 负责 而且相信这个答案是对的 本周的亲书分享会上 也邀请了台大电机系副教授叶秉承 两人一同在现场为读者解惑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 非常有想法的人的前辈 我自己说前辈 所以想要来沾染一点他们气息 惠中更感谢家人及信仰 在他追求梦想时 对他全然的帮助 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 我只是管家 孩子的主权在上帝那里 当一个不败的父母 就是失败了 重新再来过 吕光伟表示希望能够透过新书与分享会 让更多人看见自己 看见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记者江平轩林依颖台北报道 最后让活力校园带你一起到 全球行动通讯大展MWC 今年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举办 一连三天有HTC 三星LG等大厂亮相最新行动装置 既然我们来看看 乌拉有哪些最新的行动科技趋势 电影大英雄天团里 超疗愈的医疗机器人杯面 不只照顾你的伤痛 还安慰你的心 虽然惹眉眠的杯面机器人还没成真 但是专门帮忙照顾长辈跟小孩的Pipero 已经在今年的MWC亮相 超萌腮红搭配圆滚滚的外表 比起前一代多了缤纷的颜色 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都通 还可以帮你流化给家人 有超萌机器人还有这款帮你完成危险任务的韩国SK机器人 在真人身上穿好感应装置 你的所有动作机器人几乎都可以同步反应 未来可以应用在森林救火 防暴等高危险的工作领域 你没听错 最新科技让安全帽也会说话了 MWC上另一个重头戏就是车联网 锦片霸主英特尔找上BMW重型机车合作 用智慧安全帽连结 说话就能控制重机的行驶方向及距离 LG则连结智慧手表及奥迪汽车 手表内建NFC装置 轻轻感应就能解锁 再也不怕忘记带钥匙 虽然MWC展出的部分应用还在实验阶段 只要进入量产 未来机器人联网汽车将成为你家中的一份资 记者卢宇伟文轩巴塞隆纳综合报道 大家好欢迎收看CNew生活气象 我是于田 今天的高温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呢 是稍微的降低了一点点 因为风向呢就开始转变 明天开始东北季风就会增强了 所以整体来说呢 比起昨天已经没有这么的热了 到了晚上呢 北部地区也会有机会要开始下雨咯 明天周末假期雨就会下得更加明显了 来看到明天各地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台北新北跟桃园都会是开始下雨的天气咯 温度呢是15到21度 来看到中部地区台中呢 云量也会稍微的多了一点点 温度呢是17到26度 来到南部地区台南高雄跟屏东呢 天气呢是比较没有受到影响 还是好天气温度呢是18到30度 最后东半部地区就会是开始有持续的降雨 温度呢是17到26度 提醒您要是您住在北部还是东半部地区的话呢 出门的时间一定要记得带把伞了 CG News 活力上员新闻 我是主播焦子蓉 我是主播尤佳萱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